她本是婚礼上负责做饭的 可突然被朋友拉到楼上告知 今天的新娘就是她 她以为开玩笑正要跑下楼 一出门听见底下婚礼现场 小姑子和大姑子已经为她吵了起来 大姑子斥责小夕 胡闹要有个限度 本身应该是新娘的小夕 告诉大姑子何止 今天这个婚礼她让定了 曾经她唯唯诺诺是嫂子鼓励她 要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慢慢的 她终于敢稍微大声的说话 直到今天可以成为播音员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大姐你就像母亲一样抚养了我 但嫂子给了我人生 此刻在楼上听到这一切的牙医子泪流不止 她不曾想过自己那一点点的关心和鼓励 能带给小夕这样的改变 能让她记自己一辈子的好 此刻小夕跪在地上 从今往后 她只求大姐这一件事 就是今天不要走 同意并见证牙医子 正式加入西门家 随着小夕的低头 犹太郎也跪了下来 紧接着是三个侄子 还有恩人苍田先生 深圳来帮忙的邻居 已经和她斗了一辈子的后妈都跪了下来 何之虽然心意 但这一刻还是妥协了 小夕一把抱着她 不停地说谢谢 牙医子在嫁进这家九年后 终于要迎来自己的婚礼 她气不成声 这九年 她为这家生了三个儿女 每天为丈夫提供可口的饭菜 促成了公共的回归 小夕的成长蜕变 也让大姑子的扭曲人生 掉头转向 不知不觉中 她改变了所有人 而方法也只有一个 傻傻地做自己 当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改变的时候 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 这次婚礼 牙医子的父母也来了 时隔九年的婚礼 他们等得也好辛苦 这一晚 某也放肆地喝了一回 直到第二天要走时 还晕晕乎乎 但没出几步 某也又清醒地回头说道 等到送完所有人 就剩大姐了 大姐告诉牙医子 以后做饭可以模仿广播中 卷心在夫人的投稿 那些料理都是给老人的 牙医子尴尬地问 难道你就是卷心在夫人 大姐一脸傲娇地说 我的投稿比你少 但采用量可是你的一倍哦 牙医子一脸丧气 原来老是压自己一头的 竟然是大姐 随后一家人吃了 大姐送来的食业寿司 这个味道确实很赞 正吃着 公公突然一头栽到桌子上 这一次 她再站不起来 牙医子也开始按大姐的食谱 给公公做饭 三个孙辈 每餐都跑来爷爷房里一起吃 在公司 犹太郎的上司突然对他说 让你父亲来参观参观 犹太郎并不明白什么意思 上司说 你父亲不一定能撑到项目竣工 几天后 犹太郎带着父亲 去看了自己参与建设的地铁 看到儿子在实现建设城市的梦想 老头无比激动和满足 这天回家 他高兴地给所有人描述了地铁的宏伟 到了第二天早上 老人平静地离开了 婆婆带他谢过所有人 谢谢小夕准备了那场婚礼 谢谢孙辈们每天来陪吃饭 更谢谢牙医子 每餐都准备了可口的饭菜 千言万语只有一句 这一生多谢大家款待 父亲死后 时间仿佛一下变快了 转眼到了八年后 战争早已开始 所有的食物都开始紧缺 此刻的牙医子 还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每天毅然努力地用现有食材 做出尽量可口的饭菜 其次就是配合妇女会的各种活动 终于有一天 小时候的伙伴袁太 收到了征召令 看到袁太母亲痛哭 她才意识到 这是战争呀 但对袁太 还是只能说一声恭喜呀 袁太也只能回一句 谢谢 几天后 亲朋好友给袁太举行了欢送会 这一天 大家玩得很开心 牙医子的大女儿装扮人一记 给袁太送行 作为学霸的她 送了袁太一张纸 上面是圆周绿 她告诉袁太 背这个东西 啥烦恼都能忘了 等到欢送结束后 最早的袁太 握住牙医子的手说道 我不想去 这一刻的牙医子更加明白 这是要夺去亲朋好友的战争呀 第二天 没有材料 她只能做了甲草莓送给袁太 不知不觉 她也沉满泪水 袁太走后 牙医子不再那么热衷妇女会的活动 看到要限定各种食物获取 她更反感 此时妇女会又布置下任务 用各种边角料 给小学做面包 拿到食材后 牙医子费尽心力做了出来 但味道真是一言难尽 牙医子后悔 自己为啥要做 送到小学后 所有人的都被退了回来 看到满桌的团子 这对牙医子的烹饪生涯 真是奇耻大助 她一个人吞了所有团子 自己一辈子都在做美食 今天却干了这样一件事 这个错她自己验 吃完后她还不过瘾 她去买了最大的一块牛肉